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纽约州布法罗一家超市打死10名黑人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佩顿·金德伦 15号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在法庭上 受害者家人控诉了这场枪击案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愤怒 一名观众席上的男子试图冲向金德伦 但是很快被阻止 伊朗总统莱希 16号说 他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且富有成果 去伊朗总统网站消息 莱希是在当天返回德黑兰后对媒体总结此访成果时做出上述表态的 莱希说 他在访问期间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 两国沟通的战略层次让会谈具有战略意义 这是双方得以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 第73届柏林电影节16号开幕 柏林市长弗朗西斯卡集费表示 柏林电影节对柏林有巨大的文化和经济意义 今年 柏林电影节全面回归将迎接来自全球各地的客人 Emanuel Macron会有几十多个国家的国家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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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资料会更加热 尤其决定战争 据美国底特律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16号 美国一辆货运火车的三节车厢在密歇根州 底特律西南郊脱轨 当地警察说 目前脱轨事件中没有人员受伤 也没有有害物质泄露的迹象 火车具体运载物品不明 应急人员当天上午9点多接到火车脱轨报告 事发后 警方建议车行人避开该地区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直播画面显示 当地时间17号10点37分 巴黎时间2点37分 H3火箭试验1号主发动机点火成功 但固体火箭推进器点火失败 火箭没有离开发射台 目前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比利时国家安全委员会16号通过一项打击毒品犯罪行动计划 包括设置国家扫毒专员 加强海事警察力量和海关人员配备等措施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严厉打击贩毒集团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 我们正在与安特卫普市及其他港口城市 共同展开这场斗争 新的国家扫毒专员和安特卫普港新增的警力 将大大提升安全部门的行动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